大家好久不见 陈德刚好这段时间 接连有几个课程 当然从七月中 有办英国汉学院扎根班是一个月 后来到大马弥陀村是办大专营 这几天还办小朋友了 七岁到十四岁 小朋友还有一百公分左右的 很小 那这个过程 也有一些体会 今天跟大家交流交流 我们在教学的路上 我们也是善有为一 相关而善 不是一个人 在这个教学路上走 独学而无有 这孤陋而寡闻 大家有机会 彼此的悟处 可以互相探讨 意重靠重 在末法时期 还是很重要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 陈德最近 常跟大家谈 老后上的一句话 叫面对境界 要清楚 大家有印象吧 因为 学佛是学觉 佛是觉 那等于我们面对 当前的境界 我们要清楚 不能糊里糊涂 更不能打迷糊涨 更不能不清楚 问题出在哪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以后还会 接二零三 再出现 所以佛法就是生活 佛法就是用在当下 所以好像也跟大家提过几次 佛门有一首记 一切皆考验 看而怎么办 对境若不是 须在从头练 自己也在体会这首记 那好像这几年 每一个阶段 考得好像不大一样 有时候突然事很多了 这个脑海里浮现一句话 了凡事讯说 若处笼踏和触念皆通 笼踏就是事情非常繁多 但是心不能跟着急躁起来 事情虽然多 但提醒自己要念佛 要用真心去应对 反而在当下都会有一些灵感 可是假如心里一想 怎么这么倒霉 都来找我 这个念头一起来 就没灵感 越来越反了 甚至讲错话 做错事了 后面还得收拾残局了 论语当中 言冤问人 问人 我们一想人是爱人 是吧 孔子说 克己父礼为人 我们不能克制自己的烦恼念头 怎么去爱人 不伤人就阿弥陀佛了 不可能爱得了人了 所以这个知所先后了 欲爱人者先自爱了 自爱的人不随顺烦恼习气了 自爱的人懂得克念 克念才能做圣 又有一段时间 可能遇到一些 比方离自己比较远 但是自己要处理的事 考虑能设身处地 能充分了解情况 当时候就常常想到 我们以前读历史的时候 讲到张良 刘邦用了三个人 叫汉初三杰 张良是运筹于帷幄之中 决胜于千里之外 当时候就在体会这两句话了 有时候你离得很远 讲话不能着急的 不能一开口就是指责的 要能体恤别人的付出 要能体恤他现在的处境 甚至要多了解情况 不然一着急 那个话就伤了人家的心了 要定得住 给人家建言的时候 能够置身于利害之中 让对方听了你的话 哎呀你真理解我 不能一开口了 你在那么远的地方 站着说话不腰疼 一段时间好像都有 在考验自己什么 最近真的有体会 最近考我的题目 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柴烧 诸位忍者 你们有没有听出来我的音声 有没有很有忠气 这个音声有点 这段时间话讲太多了 但是大家放心 世事是无碍的 这个地球没有我照样转 佛法是要把我直放下 不能越干 哎呀没有我不行 没有我不行 这个就六道轮回去了 这个会膨胀 刚好我们前两节课 赵老师上真广弦文 这次我们一条龙 尤其小学部分很重要的一部书 根之根 其中的一部重要的经典 树叶有专攻 文道有先后 那这一部书 赵老师功夫下的身 我刚好到了弥陀村去 没有办法 视讯了 那里 Wi-Fi收不到 所以我也清静了两个礼拜左右 那这个都会有因缘安排的 而且这个真广弦文呢 里面的异理很丰富 所以感觉啊 这个赵老师两节课 还没 把该讲的呢 讲完 所以我今天声音又有点沙哑 中期不足 我先跟大家叙叙旧 而且这个真广弦文还没讲完 此位中比不起 但是两个礼拜没看到大家了 还是希望上来跟大家绕绕刻 交流交流 因为最近还是颇有一些感触 比方我们在半班 给小孩子半班 而事实上呢 要把小孩教得成功啊 最重要的是不是小孩啊 所以我们现在反思反思的 教这个七八岁的小朋友不是重点 首先带他的老师 轻重缓急啊 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 假如没有办法判断出来 虽然花很多时间精力去做 效果不长 什么是什么是本 什么是木 所以在教学当中 所要关注的 互念的 是第一线的老师 因为他是办教育的 再由他去带动父母 其实父母不能配合 你说这个孩子能 教好到什么程度啊 这个很不容易了 小孩那么小啊 他很会模仿 看什么就学什么 假如老师讲的跟父母做的不一样 他就错乱了 那怎么把它培养成功啊 所以我们不能一教学就把 专注点都只摆在学生的身上 甚至摆在学生的身上 轻重缓急 我们也要清楚 本末先后在哪里 这个都不能错位了 好像我们面对很多学传统话 都超过八年十年的 十多年的 经典很会背 但是虚荣心很强 你说这怎么培养成了 可是他的父母老师 假如他们觉得培养孩子 就是多倍经典就能培养成了 那他有这个认知的话 那他就没找到本 得者本也 会背书是财者莫也 大家觉得这个大学重不重要啊 这一部经典这些教诲 我忽略掉了 那我们可能干的就是舍本逐末的事情 至天子 以至于素人 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我们今天 踏上了讲台了 我们也是以修身为本 我们也是教学相长 一个老师 假如没有教学相长的感受 他教学要有喜悦 不容易 可能心里面常常 学生不受教 常常会有这些埋怨出来了 但是教学相长 常常在境界当中 我们回到自己身上 谢谢这个孩子提醒我了 我对这个孩子产生 成见了 为什么我才看他一个动作 我就好像有点情绪上来了 这是我们在境界当中 有反观才看得到 像陈德 我们办课程 有个孩子 14岁了 一个男孩 他很认真 在那里叠衣服 老师在教他做内务 他真的很认真在叠 可是带他的那个老师 走过去 某某同学 要认真 不要偷懒了 他本来很认真地叠 听到这个磁场过来了 他整个脸都变了 其实 他的这个老师 在讲这个话的时候 有没有看着他的眼睛 他根本就从后面走过来了 老师跟学生是要交心的 知其心 然后可以掌其善 救其失 明明这个孩子 现在那么投入 你是要掌其善的言语 你怎么给他扣上 以前那些帽子 这样孩子的心里就觉得 反正父母都觉得我不好 老师都觉得我不好 这造成孩子破罐子破摔了 所以最近 看看自己 看看 遇到的这些教学的境缘 感觉 以前听老阿上说 当医生当不好 都18层地狱 结果这个医生 很不欢喜 在那踏 气死我了 我又不是故意的 怎么给我判这么重 在那跺脚 突然底下有人说 老兄啊 你别再踏 再跺脚了 灰尘都落在我身上了 这个医生吓一跳 底下还有人 老兄啊 你是干哪一行的 我是当老师的 我当时候 听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还没教书 我也是善根不足啊 大家善根深厚 有使命感 我是被英语人 推着来教书的 跑到台东去 人家找不到大学毕业生 三番两次来找我 说去代课两个月 教七岁的孩子 一年级 我才勉强去了 才走上这个教学的路啊 就是观察到呢 爱之不以道啊 是所以害之也 你真爱护这个学生 你有可能害了他 跟当父母一样 很爱孩子 方法不对 爱了他 所以我们在课程当中啊 多次提到 礼记学记 我想我接下来念的句子 应该大家都有印象 导额扶迁 引导 不是硬拉着他 硬拉着他叫亚苗助长 我们观察到 学传统外学酒的人 他会被标准答案 那个标准答案谁给他的 父母给他的 老师给他的 那叫灌输 用灌输式的教育方法 很容易就把他的雾门给堵住了 讲一堆道理啊 你都没看他的眼睛 领悟了吗 消化了吗 这个老师父母一开口就停不下来 到最后这个孩子就听着 傻傻的 雾门都会堵住 甚至义理都会错乱 所以我们当父母老师 我们的教学方式 不符合礼记学记这些原理原则 我们是在爱他 害了他 像我们最近 在跟大家探讨地质规 常常都会讲到 老和尚的榜样 那我们有机会 清静老人家 我们也在观察老人家 怎么处世待人 怎么教学 所以对我们来讲 悟性很重要 这个 我们要善观察 善思维 善体会 我见了不少当父母老师的 一讲话 那个道理就停不下来 学生孩子 讲几句 就被他 你先不要说 就被他压过去了 但是 乘着自己 回想 我们在讲话的时候 老和尚都非常专注 听我们讲 这是老和尚 给我的身教 我们 我们都是打从心里 佩服他老人家 佩服我们 进而要效法他 老和尚也是 温良 功俭让 所以我们当父母老师 不能强势 其实一强势 对孩子来讲 孩子就懵掉了 所以父母老师 强势 这孩子的悟性 都会受很大的影响 我们最近遇到 不少传统文化学的 十年以上的 有忧郁症 我前不久 常常都提到 二十一世纪 最严重的是忧郁症 这个身体跟心理 这些理 其实都是相通的 我们善于去领悟 举一反三 别忘了身体 吃了不好的食物会伤身 这是身体 心里 我们传递给孩子 负面的情绪 也伤了他的心 甚至还伤了他的身 身体跟心理 很难分开的 那我们就不能用 负面的情绪去对待孩子 这是遇到一个 都已经是 十八九岁的女孩了 私底下跟我约见面了 母亲们 的言语 就是对他的批评 都有人格的 五路的语言出现 你说这对一个 十几岁的孩子来讲 他最尊重的妈妈 对他的人格 都有五路的言语 也是对他来讲 他怎么去面对 这个孩子都有 寻短的念头 当然我们遇到 这个情况 也是让他去理解 他母亲 我们也不是指责 他的母亲 为什么 有果必有因 因为他的母亲 遇到重大的 丧子之痛 所以这个时代 是理解万岁 我们也不是听了 一个事情之后 谁太过分了 那你就进入他们家的 是是非非里面去了 但是我们就可以感觉到 你这个当父母的 要能感受到孩子的心 理系学系讲 知其心 你都不了解孩子的心 甚至你伤他多深 你都不知道 那身体 经脉会堵住啊 人的心 会不会堵住啊 有些事想不通 堵住了 甚至什么 有些道理啊 想不通 堵住了 我最近在观察 从小都没有吃什么苦 父母也对他非常爱护 可是啊 这个父母都学传统话 一开口讲道理啊 就是整片整片的 也没有观察孩子的吸收状况 最后呢 都是很幸福的孩子 但是理啊 堵住了 你看他的眼睛 就不是通的状态 那不通啊 他自己会在那转啊 转到最后也忧郁了 想不通 他理听的太多了 互相产生矛盾 这个时候父母又没有把他 这个引导 让他能够贯同 然后可能又产生 自责 自责的杀伤力很大的 自我否定了 甚至我们太强调因果 因果重不重要啊 当然重要了 但是我刚刚用了一个字叫 太过由不及 因病与药 身体是因病与药 法也是一样 所以 佛在经纲经说 若说我有说法者 即是伴佛 不能结我所说义 佛的教话 他是应激的 他应激的这段话 他是怎么考虑的 假如我们没有去理会了 我们会拿这一段理 套在另外的情况 硬套上去 这样接受的人 他可能会 好像被一个道理 打了一棒 头晕晕的 然后又说 对佛说的 对老师说的 对爸爸说的 他又不理解 然后又觉得 他们很爱我 所以他们对我错 都没有应激 所以成德感觉 老儿上太慈悲 太慈悲 老儿上在讲 试医法的时候 那个医了意 不医不了意 那一般开解说 了意 了意就是当生成佛的 当生了托生死的 叫了意 人天成 那个不了意 一般是这么解法 老儿上说 你用了真正得利益 对你来讲了意 所以我常常举这个 宏毅大师 格言别录 教人以善悟过高 当时其可从 你不要 那个父母医学大臣 一下子给孩子的目标 就是大臣的境界 我还听过 那孩子去给人家道歉 还要求孩子下跪 给人家道歉 然后告诉他 老儿上都是这么做的 你也可以这么做 这些都是学几十年 老儿上经教的人 教出这样的方式来 你叫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要去达到老儿上那个境界 去给人家下跪磕头 而且老儿上那种姻缘 也不一样 你不能这么套 搞得那些孩子学传统话 苦哈哈的 所以 诸位忍者 假如成德有讲一段话 你听完之后 反而有忧虑牵挂 你们一定要告诉我 一定是你们领会错了 我没有那个 要让大家深烦恼的 这个想法 可能是大家听错了 我们可以再探讨一下 我们刚刚说 因果强调太过了 你那种磁场 就会让孩子产生恐惧 然后呢 他就常常想 我犯这个错了 以后要去第一 这些变成他心理上的石头负担 所以孩子应该越学越快乐 所以学传统文化的孩子会忧郁啊 可能我们教学的方式要考虑的 不能灌输啊 要导而服签 抢而服役 要多鼓励他 不要否定他 意义就是否定了 开而服达要启发 不要一次 哇 哔哩啪啦的 把道理一次给 说个没完 甚至于这个孩子的内心里面 还有一点 冲击比较大 就是父母很会讲传统话的道理 但是 夫妻不合 都没有把传统文化做出来 这个对孩子 冲击也很大 所以言教在后啊 生教在前 我们这个法表不好啊 要让传统文化 在孩子的心中 都是啊 坚信不移就很难了 所以我们前面走的 超过二十年的路来 我们得总结总结来 为什么学传统话的孩子 超过一半 最后反感 这跟我们父母老师 息息相关了 我们绝不希望 还是因为我们 对传统文化 有不好的感受 这绝对不是我们 任何一个人希望的 但是我们得 对照经典 不然爱之不已到 是所以害之也 很可能在我的身上 产生了 好 我的声音好像 越来越有点沙哑 我现在在考 留得青山寨 我面对境界清楚 那我们 接下来有请 赵老师 继续给我们 受课 阿弥陀佛 适打 阿弥陀佛 爱的 感谢观看